本月9日在现代汽车柜栋办公大楼举行了第二届韩国品牌探险队启动仪式 来参加本次启动仪式的来宾有国家品牌委员会崔在勇团长 现代汽车社会文化组李炳勋部长及116位外国留学生和国内大学生探险队员 他们将在江源道、庆上南道、光州、全罗北道和中庆南道等五个地区开展活动 积极提升国家品牌形象 为此外国和韩国学生们将组成队伍发掘隐藏的品牌 将制作的内容通过在线方式向全世界发布